近段時間用虛假的合成驗照 去烤炸政府官員、企業、高管等等 這類案件不在少數 令到地方政府相當頭痛 近日湖南雙峰院為了威懾 這種PS驗照的現象 拉出了不少打擊標語 引來眾多熱議 四眼八尊,歡迎圍觀 近日湖南樓底市雙峰院 出現了大量打擊PS合成驗照 犯罪的橫幅大標語 其中包括掀起一場打擊利用PS技術 合成人為圖片烤炸的人民戰爭等標語 落本是雙峰院委、縣政府等單位 雙峰院的警方還公佈了大批PS照片烤炸勒索犯罪嫌疑人的名 身份證號、照片、敦促自首、網友們聽聞指示 二輪紛紛反專橫飛 網友要來想不太明白 太搞笑了 不就是PS照片嗎? 能否覺得空洞院都一樣 這麼大聲色 網友努力往上爬的吊師 無奈地說 估計有些人在不知道PS為何物的情況下 就被人拉入戰爭了吧 網友實習粉青發表看法 哎呀,真是此地無銀沙八兩二零一三板 如果是個沒洞的膽 PS驗照烤炸得到你嗎? 網友人人樂樂看出門道 啊,看來啊,PS敲詐都成了雙風向的產業量了 啊,當地公安啊,好沒有面子啊 啊,拉標與橫幅是表明打擊的態度 網友永遠無膽就呵呵一笑 不做虧心事,怕什麼PS驗照啊 估計是領導的荷歡照流失了吧 提前打預防針呢 網友死肥貓就表示不滿 人民就這麼容易被代表 我也代表說一句 好事不帶我,帶我沒好事 據了解,雙風縣的警方3月15日 逮捕了利用PS技術合成人威圖片 進行敲詐勒索的四個團伙 涉案金額達到4500萬 睜起我四眼看來 作為打擊犯罪的一個輔助手法 當地政府拉起了相關的震懾標語 這跟很多地方張貼 懸掛打擊黃島獨等標語 橫幅一樣,無可厚非 但打擊PS犯罪標語 還在網絡上招來一片指責之聲 這無疑再一次被地方政府提醒 在公共管理的討論方面 要多些群拆群力 少些計同鴨講